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生讲的一小段拉丁语稍微预先试着讲了一遍 录了个小视频出来 不算有多完美 但不少同事问个录吧 回头把它传到壁镇上去 冲你录了一个拉丁语的小东西出来 挺开心的 不管怎么怎么样 反正觉得能录出来就不错了 慢慢的提高呗 做录制技术 这次上面没法写字 我直接将就别人的一个视频 也跟读了一下 整体来说是在别人的视频上面直接开动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 所谓视频上直接写字的办法 好 然后希望早一点跟明天来试 AP拉丁语的那个学生打了个招呼 就确定明天他得来 然后确定我这边大概有些东西印出来给他看 应该会很有气 应该会很有气 就这个事儿 我觉得同步于我的AP拉丁语课程 我能够把这个东西接着做下去 我觉得很有兴趣 也非常非常适合数学者 也非常适合把它录成视频 在之前我想过就努着劲 是吧 查一堆新单词那种办法 去把原文讲一讲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笨的办法 有点笨 尤其是在就不确定这门课 开不开得了的基础之上 我不想在一门前途未卜的课上 就花极大的功夫去做怎么样 我觉得等他的综艺本到了 现在在路上呢 等他综艺本到了 慢慢去读就是了 我不行 非要把自己逼上抽签梁追思古 那个程度吧 好来说一说今天其他的收获 早上呢 是西班牙语那边 我们结束了第二单元 历史终于结束了 但完全没有办法长口气 完全完全没有办法长口气 因为接下来那个单元 比历史还要银河 还要银河 接下来这个单元是政治 说说完这个有大量的政治方面的术语要杀过来 我一点不觉得这个玩意有多轻松啊 甚至我会觉得这可能是七个单元里最硬核的一部分 也不一定了 好这是西班牙语这边 我就算还没开始政治 今天是历史的最后一块 也就是所谓民主过渡期 以及新时期是吧 民主巩固 以及所谓政府的一个新的变化 比如2015年的大选之前 就涌现出来了一堆新的党派 比如说里面最好玩的一个叫做 我们能党 Hotemos 我们能 我们能党 好假的 取个名字是来搞笑的吗 应该说经过历史这一块之后 多多少少是在脑袋里面印了一个大框架下来 然后去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很多很多时间要做 嗯 我觉得有了这一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广州时候走的很不扎实 这一轮是大概稍微扎实了一点 大概稍微扎实一点 虽然还是也得捉襟见肘我的自己 但至少我觉得比当时要好就行了 比当时要好就行了 后面的门去改进呗 好 除了这个以外 今天还有个比较好玩的事 是关于电费 哈哈 因为昨天的话我收到了一张 电费的催脚通知单 在我的门上贴着呢 然后我就 问了一下我的通讯室那个 以及问了一下我们宿舍的负责人那边 他给出的说法就是 首先这个催脚是叫十月份的 十月份的话 我因为是十一月份才入的职 所以我不需要付 有通讯室那一位 他来附带 这个是个小问题 因为就只有十块钱而已 这都是个小问题 我通讯室那个人他在宿舍里的时间太短了 他几乎就他晚上也不会待在这边 所以就有点我占他便宜 就本来两个人共用的一个两世一厅 就变成我自己 一个人就有点像 几乎是独享一个两世一厅了 我觉得这个 但是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就 我不多付 他少付 甚至他不付 都没有觉得有多大的一个吃亏之类的 关键是要把事情要做好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明天跟他商量商量 看能不能够搞这么一个计划 比如说水费和电费 我来出大头 比如说电费多 我就付电费 水费多 我就付水费 但是我估计肯定是电费多 肯定是电费多 那我就负责付电费 他就负责付水费就完了 各司其值嘛 好 然后再说说别的 就是 我已经很久没有 像这种方式来搅过电费水费了 其实 因为在以前广州的时候 然后当时是水电器 或者只有水和电吧 我这边都没有开 那就是水电这两方面 是由我的房东 他负责交了 然后他会把交了多少钱 然后加在下个月的房租里面发给我 然后按照他给出的数字 给他打钱就可以了 所以不需要我去学门交水电器 而另外一方面 当我在一年三个月的躺平期间 是吧 住公寓 公寓的话 采取的是购电 给你一张电卡 给你一张水卡 购电购水 刷卡 充值的办法 比如买一百度电 慢慢用 用到没了 再去买一百度 这样用 你要想一口去买个一千度 也没人拦着你了 好 那么 这么一个情况下 来用的 总体来说的话 都不太需要去 拼命的去想这个水电器的缴大问题 这回的话算是重启了以前在宁波时候的操作 因为宁波那会儿 我最开始还真不是租的公寓 我就是租的一个拼命房 然后在那个拼命房里面的时候 那交付跟这个就是一样了 也就是你的水费账户 你的电费账户 然后到支付王里面去交费就收了 所以就连这个 就连这个习惯 都是多少年前 三年多以前 四年前 宁波的那个习惯 天啊 不要太怀旧 真是的 好 这是关于 电费的方面 然后今天本来还拿了一张卡 准备去换一张 拿了自己的这个身份证 想去办一张那个工资卡的 结果也没办成 好不容易行踪踪跑到 行踪踪跑到那个 农业银行去吧 周末两天还不上班 改天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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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咱 试试看能不能 找一片不太忙的时间 过去跑一趟 老家伙够热闹啊 稍微加快一点脚步啊 别看 宿舍在这看着看着 简单走过去 一个人吧 荒山刨死马的感觉 就这一辆 骑车骑过去都要骑十分钟的 差不多 要是走路 真得走二十多分钟 我估计就是刚刚好 但是看着架势 不是特别像刚刚好啊 除此之外 今天还去了一趟博物馆 这是第六次去博物馆 到目前为止 在温州已经过了三个周末 周末两天嘛 周日周六 那也就去了六次 昨天的话是把历史馆给逛差不多了 今天逛了另外两个馆 一个或者两个厅 一个是书画 它有一个所谓清代 壮元榜眼探花 它们的书画展 主要是书了 主要是书画展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个工艺展 那我自己第一次看到了 那么好看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所谓的发秀 用头发来秀东西 真挺好看的 尤其是我刚开始第一幅那个小鹿 这个是真做的好看 发秀 也算是温州地区的飞夷啊 除此之外 后来就是又知道了一个小知识 所谓的三雕一宿啊 三雕一宿 黄阳的木雕 然后 青州还是哪里的石雕 以及还有一个地方的木雕 暂时想不起那个城市的名字了 其实就是在之前我去 叫什么 小商品市场 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哇 叫好大的东京 隔着 和这个大江东行不行 就那么清晰 得多饶民啊 义乌是吧 精华义乌 金义县 能义县上面 义乌所 义乌方面那个叫什么 横店所在的那个石 那里也有个木雕 所以两个木雕加一个石雕 就是三雕 加一宿 一宿就是欧宿 我看它说是 所谓的堆砌工艺的一个 本地化发展 算是学到这儿 应通货吧 学点干货 下一次的话打算去二楼看看了 二楼只有两个厅 一个是临时展厅 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二楼还有一个自然博物厅 这估计又是一些什么化石啊之类的玩意 就是特别科普的那一套 小孩子那一套估计 然后基本上下周 我本以为这周看完之后 可能就博物馆毕业 就看来不是 下周至少还得再去一次 估计博物馆就毕业了 另外一点就是 昨天也看到了嘛 我有两个同事 在问我关于博物馆的问题 他们自己看了我的 发出来的这些照片之后 他们也想去 我觉得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说明有影响力嘛 对吧 说明别人在看你的朋友圈嘛 说明人家信任 说明你也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一些别人的生活方式 哪怕他们在这儿 待的时间远比我长 远比我要长 哪怕他们可能已经成了 新温州人那种感觉 待了好多年 但并不意味着 并不意味着 他们对本地的资源的发掘就很到位 对于我来说 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新的参考也不错 稍微要等一下了 我得跟那个今晚上课那个学生打上个招呼 得让他推迟个十分钟 稍等 晚上那个时间实在太尴尬 有点像是我在觉得不应该工作的时候 再用茶进来一档子 哎 其实挺不舒服的 那再早点就好了 哪怕你提到八点钟我都有办法 这个整到九点钟来开张 等到十点半的 很多事情真的不好办 另外还可以再聊一聊的就是 关于迪欧根尼 海边的迪欧根尼 一位B站的up主 他自己说是胡说八道区或者是闲聊up主 一位在 有山淫滩 躺平的躺平区up 我看到最近又发了一集 里面应该是胡说八道 他谈到了 自己的父母是吧 要他回去进行家业 而不回去大家打断他的狗腿了 我觉得这就是 完全是胡说八道的 开大家玩笑的话 要真的是有那么大的家业要继承 我想也不至于 也不至于 一个人跑到 这儿来躲着 他应该是没有的 我觉得我还会一直关注下去 反正他每次 做出来的视频都很短 也不至于 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刷无聊的东西 看来看有没有什么新的 是吧 报告 包括 让我们 云躺平一下 看看 鲁山那边的情况 搞不清什么时候我都会去体验一下呢 是吧 反正 反正 如果 什么时候要离开目前这个岗位了 那我也会琢磨琢磨下一站去哪 下一站去哪 如果 要继续这种 躺平的生活的话 那 我应该不会再选择回到花侨去吧 又回到那家 不干了 不干了 换一个行不行啊 换一个行不行啊 我说 有没有可能咱们去个南宁啊 对吧 去支持一下广西那边的文化电视社前 可不可以啊 我觉得 都可以考虑 胸部也不高 对吧 好 啊 走出来了 这是我说的吧 华山帕斯玛 是吧 在河对岸远远的都能看见我的宿舍裙在这 但是 你要走过来 还是得想花一段时间 嗯 宿舍住的离学校极端的近啊 当然好处在于早上上班很方便 上班很方便 但是 坏处也很明显 哈哈 就是在离市中心那边也确实远了一点 不过好在那现在好像 暂时在那边还没有那么多业务 毕竟不是当年在宁波那会儿 哇 那个时候真的 如果真的离 住得离学校太近 晚上上完了课 还得坐那么老远的车回来 人都不好了 人都觉得小崩溃了 不过说实话 那会儿 就算不是回到学校 回自己宿舍的话 或者自己的公寓 骑车 距离也不算很近 距离也不算很近 而且 我还记得当时 当然这次 酒期 期多了 一方面是期熟了 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有时候会出的小问题 就走夜路必撞鬼 干这种时候干多了 还是出过两回事故了 干嘛去了? 唉 到处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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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就是到市中区走了一趟嘛 然后 该逛博物馆逛博物馆 上午在家里面上了课 下午就出来 到处走一走 到处走一走 刚才找了个地儿 录了个视频 一会儿发到地上上去 现在赶回家里去做正事 里面还有人等着呢 对啊 差不多吧 到没有逛什么街 逛街逛的少 我没有什么 男生没有什么逛街的影 就 博物馆我差不多 去的第六回啦 而且也主要是没有地方可以去 你知道吧 不像当年在深圳的时候 你有一堆的客 每天晚上都是客 你下来了之后 你就得奔自己的客去 一堆的 线下班 现在又没什么线下班 那可不就只能是 不断的去所谓的 我觉得还能去一去的地方走一走 好 差不多快到了啊 路过小博物馆的时候 去买一点小东西 就准备下班了 明天会是很热闹的一天 但是也很期待 明天从早上开始 应该就非常高能 如果明天下午 别的什么事儿的话 也许可以去跑一趟 银行 去办一张 工资卡 哎呦天哪 哈哈 多少年前的往事又浮现了 没有多少年前 就是感慨不过多 好了 那就说到这么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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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